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中央能够研溢将高铁延伸到西南地区 来平衡县内的交通发展 带动地方观光及产业繁荣 副议长陈汉中表示 雪碎通车之后 国道5号一到假日就出现塞车的现象 让民众相当困扰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高铁或是铁路高架势在必行 雪碎通车以后整个这个雪碎 塞车非常严重 也造成很多的交通的瓶颈 在地的或是外来的观光客 也造成严重的塞车 所以说高铁或是铁路高架是势在必行的 为此他今天特别在县议会中来提案 鉴请中央研议将高铁延伸到西南地区 借此平衡西北西南的交通发展 并且带动地方观光以及产业繁荣 也让宜兰人有更便捷的返乡之路 请高东部研议高铁延伸到这个客栏 提出这个陈秦翰给我们朱贞昌院长 以及我们立法院长游锡坤 以及我们交通部的林嘉隆部长 还有我们宜兰县发起人 就由副议长陈翰中来发起 也获得我们议会全体同仁的认同 在这边也希望说宜兰县的高铁 这个地方的建设发展 以及协调已经获得中央的共识 未来的综合报告 以及现阶段的铁路高架 都一并要来处理 这也是我们有史以来 一个重大的交通的建设 这个提案也获得所有议员的认同和联署 陈副议长指出 近日内将邀请各乡镇市的基层民意代表 一起来北上 将意见转达给相关部会首长 宜人新闻记者 赖福新采访报道 而有关美猪进口的事件 也在今天议会引起了大家注意焦点 为了守护县内18岁以下 幼儿儿童青少年使用肉品的安全 先议员林月贤今天在议会当中提案 希望县政府严格把关 从明年的1月1号起 要求所有的教养机构 包括托婴中心、幼儿园、客后照顾中心 以及各级学校工善场所 一律采用国产株 并且制定各项防治莱克多巴胺肉品 进入宜兰县的营营作为 先议员林月贤指出 已故知名毒品专家林杰良医师 曾经表示 吃太多的瘦肉精会对肝、肾造成影响 尤其是孕妇、18岁以下的青少年 以及慢性病的民众 最好不要食用含有莱克多巴胺的肉品 因此今天特别在县议会中来提案 鉴请县政府严格把关 中央政府已经决定了110年 1月1号开始 让那个含有莱克多巴胺的这个美猪进入台湾 但是呢 中央一致要通过的话 我们地方政府真的是没办法控制 但是呢 我为什么这么多的议员支持呢 为什么全体的议员不分党派全部连署 就是说18岁以下的血统 在他们未成年 他们在任何一个地方 包括幼儿园、脱衣中心 还是所有的那个私下的那个照顾中心 还是安心班的 所有有工散的地方 或者提供午餐好也好 晚餐也好的地方 我们余力限制 要求县政府严格的限制 余力使用国产租 我想这才是我们最重要的诉求 所有肉质更是危害到我们的健康 我们也希望用这个提案的 让我们管政府还要重视以外 也希望我们民众也要重视 要业价也要重视 因为业价也要重视 因为业价也要去买 不管我们吃肉质米也好 吃什么也好 都有可能去参加这个瘦肉筋 我们希望说我们全民都重视 我们伊兰关没有希望有瘦肉筋 来到我们伊兰关了 这个部分主要的目标就是 比例提倩我们这里的官民 提倩就是说我们这个政府 一定要对这个瘦肉筋的部分 要重视 宁元强调 中央已决定从明年起开放 含瘦肉筋的美株进口 为了守护县内18岁以下 县民的健康 建请县政府从明年起 要求所有工散的教养机构 一律采用国产猪肉 并制定各种防治来克多巴胺肉品 进入宜兰的因应作为 捍卫本县学子的使用安全 宜兰新闻记者 赖福新采访报道 十年一次的人口及住宅 普查即将展开 宜兰市公所特别成立了普查所 并且将于11月8号到30号 启动实地访查工作 市公所表示 普查员进行访查时 都会佩戴识别证 并且普查所取得的资料 将作为政府施政参考 不会要求受访户提供账户 或存责等等相关资料 请大家要多加注意 为了让民众了解 普查的重点以及应注意事项 宜兰市公所特别邀请东东腔社区剧团 以轻松趣味的短剧来呈现 市长江中渊指出 实地访查工作将在11月8日起 到30日为止 普查员进行访查时 一定会佩戴识别证 相关资料将作为证 辅施证的参考 因此不会要求受访户提供账户 或者是存责等相关资料 敬请市民朋友来配合 普查员会携带我们的普查员证 以及自受访户函 那不会询问我们普查员以外的资料 也不会要您提供账户或存折 当然更不会把你的个人资料外泄出去 我相信这个普查的规范 以及他的宣导都深植民心 希望我们相信能够全力的配合 我知道普查是一个非常繁重的工作 所以说我们在这边也代表 现议会黄定和议员 来向你们自谢与自益 我们也不会去问其他的问题 不会去探索到这些其他 这个无相关的问题 这个部分也请大家放心 请大家可以说 你自己的共同配合里面 我们不会把这些资料 这个流涉 我们一定做好 最好这种的保存 这就是要让我们整个 这个国家政策在推动的时候 对于民生的了解 对于日后 我们的三业或是国众发电的需求 来做共同 这种最好的探讨 最好的记录 这些东西都是老拜 我们要让一台更好 方向的这种资讯 访查方式除了派员面访 还有网络填报的方式 普查所取得的资料 绝对会保密 普查掌握现在 数据启动未来 战 宜然新闻记者 赖福新采访报道 楼管疫苗10月份开始施打 因为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民众施打状况相当踊跃 不过因为采购数量不足 施打民众是大牌长龙 民怨四起 卫生局长徐大为表示 自从年初爆发武汉肺炎疫情以来 民众养成了戴口罩的习惯 导致流管人数是减少许多 只要持续戴口罩将有效的降低 病毒传染的机会 为了防范武汉肺炎 大家开始戴上口罩 让口罩曾卖到一兆难求 不过所幸台湾防疫稳定 没有让疾病严重传播 但也因为人人戴口罩 又注重消毒清洁 使得流行感冒的病例也变少了 我们还是要戴口罩 勤洗手 今年新冠肺炎 其实给我们很明确的一个经验 就是当我们每个人都戴口罩 都洗手的时候 其实今年前半年 流感的盛行率跟 长臂的盛行率都下降 而降得非常低 不只戴口罩 到了流感好发季节 除了施打疫苗 且注重咳嗽里仪卫生之外 勤洗手也是宣导重点 全国10月5号开始做这个流行性疫苗的这个 我们开始施打 那希望民众注意自己的健康 那一定要记得勤洗手戴口罩 防疫工作不能松懈 佩戴口罩是预防飞沫传染的第一道防线 养成好习惯 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采访报道 2020蓝阳妈祖文化节即将展开 今年特别推出了妈祖彩绘列车 而再过两天就要登场了 参与的公庙神尊 这几天是陆续进驻到主办的公庙 罗东正安宫 而今天也有三间公庙 是特别搭乘这一列 妈祖彩绘列车的方式 来到了罗东 由县长林姿庙亲自迎接 为文化节进行暖身 妈祖彩绘迎神列车来了 信徒将妈祖神尊迎来罗东 在妈祖文化节起跑之前 将神尊驻驾罗东正安宫 热闹的迎神仪式 由县长林姿庙领军为活动暖身 曾经人跟神车的遥迟神仪式 特别人跟神车 最后才能够认识到 国民主兰物 美国人跟民主兰物 美国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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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遇水則發 水就是災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今天可以說 水到馬國的經驗 馬國的經驗 可以讓我們宜蘭官的平安順序 我們今年跟我們的台鐵公司的合伴 就是可以對我們的救生 沿路庭靠我們的助戰 可以說沿路庭靠 而且一直可以到 救生一直可以到我們的人偶 所以他們全部都有平靠 所以要來對待我們這裡所有的 馬祖可以今天來租加在羅東的新安宮 財惠媽祖的火車 從9月26號起航以來 奔馳在北迴縣及東部幹線 為蘭陽媽祖文化節打響知名度 而活動從10月23號上午7點 從羅東正安宮起駕 9點抵達聖安宮進行鑽叫腳 並發放平安符 接著在東山定安宮 南方澳南天宮與靜安宮 都有鑽叫腳儀式 而24號的行程則在投城和礁溪 25號路線在宜蘭市與午節 晚間回到羅東文化工廠 舉行媽祖之夜 這個遶境 我們在農曆九月切齊、九月切八、九月切到 到10月23、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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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這三天的媽祖遶境 所以我們跟台鐵公司共同的合伴 所以可以對著我們這個媽祖的文化財 之夜 要吃三天的菜 又逛三天的老闆 要來祈求我們的媽祖 可以讓我們的宜蘭官 可以來平安、順序、 輸農工廠來發展 對著媽祖的尊敬 我們感謝媽祖 一定要繼續跟我們保庭 相信你跟我的心情都一樣 可以生困生意 相信媽祖 很勉強他都會聽到 媽委員來跟我們的金蘭宮來參拜 祈求媽祖 這新春保庭大家平安順序 也希望這三天的文化節 信教大家都平安 四季不知道 今天的媽祖列車 也邀請幼兒園小朋友一同來搭乘 冬月廟神將也來迎接 搭乘大眾運輸 也能來宜蘭騎媽祖 宜蘭新聞記者黃竹漢採訪報導 羅東正統會配合藍牙媽祖文化節 也推出了賈兵安、道波比的羅董、豆奶餅 今天也在羅東正安宮祭拜媽祖 而且會將這些加持過的豆奶餅 在10月23號禮拜五起假 以及10月25號 媽祖繞進活動當中 分送給信徒來享用 祈求大家都平安 蘭陽媽祖文化節 即將在10月23號起假開跑 羅東正統會要讓大家 吃平安、道波比 除了平時製造豆類飲品外 更開發出羅董豆奶餅 口味有原味、玄米和芝麻三種 今天也在羅東正安宮祭拜媽祖 這是什麼口味? 這芝麻 很好吃 很好吃 祈求媽祖庇佑宜蘭風調雨順 希望大家都平安 我們羅東正統會 這個豆奶製造 最近要60年 因為豆奶的這個品質 會安全和營養 跟過去的豆奶的產量 過去可能比較少 現在越來越多 所以參選這個豆奶有很多的豆泡 這個營養也非常高 它的營養價值非常的高 當然在我接任的質疑當中 我發現就是說 這個豆泡過期都拿作起低 甚至拿作肥料 這個豆泡 豆奶製造出來的這個豆泡 是否能夠把它充分的再利用 結果跟我們 農會所有的醫級主管 來研究 把這個豆泡 跟製造型食品都再利用 製造出來是不錯的 一口豆奶餅再搭配濃郁香醇的豆漿 風味更棒 宜蘭新聞記者黃竹翰 採訪報導 重陽節即將到來 郊西無沙社區今天是特別舉辦了 樂火重陽幸福飛揚活動 安排了無沙國中以及四節國小的學生 利用社區陶藝班所製作的杯子 為社區阿公阿嬤來奉茶 穿揚敬老尊老的精神 讓阿公阿嬤相當感動 無沙社區提前歡度 重陽節邀請了社區65歲以上的長者 在活動中心內舉辦樂火重陽 幸福飛揚的活動 還結合了無沙國中 以及四節國小的學童 來辦理奉茶活動 由社區的理事長率先為媽媽來奉茶 而來賓們也特別上台 接受學童們的奉茶 來 我們請長輩讓我們登場 好 好 好 我們請喝茶 好 謝謝掌聲 哇 有沒有好感動啊 讓學生知道 我們長輩為了整個家庭 整個社會的一個付出 利用重陽節這個 這麼重要的一個節日 來舉辦奉茶的一個活動 最主要還是要給我們所有在座的每一位長輩 能夠度過一個非常溫馨 而且愉快的一個重陽節 博政校長 還有我們所有的學員 共同製作的一個非常精緻的一個杯子 這個杯子 鳳草丸 除了可以當紀念品之外 那我們也可以感受到 無沙市區桃藝班 他們在這麼多年來 歷屆的一個成果的一個表現 今天這個小禮物一樣 它是一個元寶 為什麼我要設計這個元寶 為什麼我要用一個蛋糕 因為這個元寶 它代表的是吉祥 久久崇洋姐 我希望我們各位的士團 都可以吃飽餘 身體的健康 每天都可以把幸福和快樂和健康 照在生活比 然後出來活動 人來酒我們就走 社區有活動 我們就來 這樣是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可以啊 我們的視線 對於我們上部 這種官法的尊重 利用營養 情來做最好的標示 非常有意義 所以啊 這個尊師重道 對於長輩的這個敬重 這是我們社會最需要的一個關懷的力量 奉茶儀式所使用的杯子是社區的陶藝班 在壯圍國小徐伯鎮校長帶領陶藝班學員 所共同製作完成 參與的學童 每人手拿著一杯熱茶蹲下身子 向社區的阿公阿嬤奉上充滿暖暖心意 以及滿滿祝福的熱茶 場面溫馨 也讓社區的阿公阿嬤是感動不已 歡迎!開始浩茶 幫他妹妹喔 這是不用帝哥的哦 福利的阿嬤很幸運 謝謝 謝謝 很感動 真感動 很感動 好跳紅白過嗎 要不怕 哈哈哈哈 其實有剛才阿嬤說 就要老婆去爭取 這老茶 我非常感謝 非常感謝這輩子 七十多年以來 我泡茶泡了差不多三四十年 就像他最初次 捕砂社區期望藉由鳳茶活動 傳揚尊老敬老的精神 也感謝長輩們付出以及辛勞 也讓學童來勇於表達 對長輩的尊重與感謝 宜蘭新聞記者 石市民 採訪報導 來 請分架 華山基金會在全台積極的投入 老人的照顧服務行列 今天是特別邀請長輩們 前往已經有百年歷史的 宜蘭市鎮地餅舖 舉辦仁瑞高餅小學堂 親手做出古早味的傳統點心 也讓這些老人家 重溫童年的好滋味 仁瑞奶奶在老闆的指導協助下 親手製作高餅 華山基金會透過盡孝愛勞的稻宅陪伴 讓仁瑞奶奶感受到社會溫暖 這次特別結合了宜蘭百年老店 正地餅舖 邀請了三位國寶級的仁瑞 來到高餅舖 輪流DIY製作響育百年的在地好滋味 你啊夠玩的是不亦樂乎 讓仁瑞重溫了舊日時光 有啦 有工藝的女生 來 你怎麼說那些 有用的那些 這是這個 來 還好 還好 這樣算了 對啊 這年你們在聽過 我們每個人都做了一支架 一支好一支好 這樣人家都做得好 人家這個 雞氣比較好 我們以前做手 手就疼了 硬了 沒有一個鞍 硬了就有胎 胎又有了 這麼在嘴巴 我們那個鞋子放在肚子 鞋子炒出 槍出掉 鞋子跌掉 爬了冰冰 有啊 来你们家卧帽 我是觉得老人家他学这个东西 他就是勾起他小时候的回忆 让他觉得年轻化 让他受到以前的回忆 高炳是早期农民 体力劳动者的日常食物 也是年节既是不可或缺的贡品 正地饼铺第四代老板亲切细心的解说 传统高炳的由来 让这样的鲜明精神以及米食传统 需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也期望透过仁瑞小学堂 这样代代相传的爱 唤起社会大众重视老人议题 以实际的行动加入爱老人行列 国之大宝我们就是要孝敬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了 华山基金会服务的百岁人蕊 到我们的正地饼铺 来体验DIY的活动 那为什么会到这个别的地方来呢 因为这个饼铺也是超过百年的历史 跟我们的百岁人蕊有一样的历史 那因为现在高龄化的社会 所以我们希望藉由这场活动 可以唤醒社会大众爱老人的 这个重视独居老人的议题 宜蘭新闻记者石世民采访报导 接下来邀请大家来看好戏 这是由慈兴华德福学校推出的宜蘭传说故事 龟将军与格马兰公主 台语音乐歌舞剧 10月24 25号两天的下午3点 将分别在中山国小以及古亭国小举办公演 现场是自由进场 邀请宜蘭乡亲一起来欣赏 这出专属于宜蘭县的 民间传奇爱情故事 现在透过镜头先读为快 你看! 这一时到处来要欣赏啦! 你怎么要消购什么? 你怎么没人呢? 主持人这个学校在开办 宜蘭都一直有很好的戏狗的传统 我提醒说 透过这个台语的小语 透过这个台语 他们的家伙传来 跟这个刀削 这个力量 做回来 製造这出 把爱留在这边 土地 将军与格马兰公主的故事 在学校演出两拜以外 我们也会在 宜蘭的古典国小 跟中山国小的 这个庭所 来演出这出市 另外我们在外观市 做两拜的这个表演 因为这样 让我们 很多人都可以 透过这个台语 应用到来去 分享到我们的传统 很漂亮 很美的台语文化 雨怎么下不完呢 一起来关心明天的天气 根据气象局表示 明天受到东北风 及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仍然是下雨天 并且有正雨局部大雨或好雨 发生的机会 温度落在23到25度之间 天气转量要记得添加保暖衣物 并且攜带雨具出门 接下来关心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 明天宜兰地区是阴阵雨的天气 降雨几率90% 气温是23到25度 接下来关心雨夜气象 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 感谢乡亲 跟着宜兰新闻关心宜兰大小事 我是黄温淑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